只要110年10月中 你才能生產200升的製程產品 EUA才給你核准 你等於是半年前你就偷跑 今天的結論就是你們不願意公開 你告訴我 因為高端董事會不同意 你們還在溝通 還在要求 高端疫苗採購合約公開卡關 陳建仁強調沒有黑箱 但民眾黨中央委員張凱鈞 卻拿出一份機密文件 4月28之前已經完成50升 還不止50升 他還生產200升的各3批 你等於是我在簽約之前 我已經用50升一大桶生產完50升 7月份你才可以核准 7月你才能開始生產50升的製品 疫苗製品 你要到10月中 不好意思 你到110年10月中 你才能生產200升的製程 製程製程產品 EUA才給你核准 你等於是半年前你就偷跑 怎麼能在沒核准前 就有大量生產疫苗原液 他也拿出高端董監事 在會議中的錄音檔 痛批高端草菅原命 疫苗是60分90分的問題 不是成敗有沒有 一番兩燈眼的問題 看起來安全應該是沒什麼問題 那有效的問題就出在說 你什麼叫有效 萬一真的是不太有效 假設 也許可以增加抗免的量 我們林董說動物的都是這樣 先做小劑量 然後不夠再加大劑量 甚至連後續的發表論文都有疑慮 NIH認為說 他在這件事情上貢獻度不夠 所以這個組織的人他不想寫 不想寫 他是說哎呀 你掛這個名有什麼貢獻嗎 那我是跟他的提議說 你掛名就是貢獻這樣 高端疫苗成了選戰攻防 錄音檔中更曝光關鍵人物 我就問那個醫師主持那個陳大 我問說他也不知道我是誰 那我就說他這個疫苗上來非常快 他說穩通過的 一路綠燈 政府現在不過他也很少 你賴清德知不知情 賴清德到底在這個裡面 到底參與什麼樣的角色 這是賴清德跟高端的照片 就整個都是我們完全不了解 為什麼賴清德會跑去高端 張凱鈞質疑高端一路開綠燈 背後原因不單純 專家則認為合約不公開 恐怕有不能說的秘密 這個成立期間的話 它等於是動員勘亂時期啊 我們所有物資的採購 其實基本上都可以不用走採購法 這個合約定的再不合理 都是合法 所以這個根本就沒有辦法 沒有不公開的理由嘛 這反對合約都怕說什麼 這個有弊案嘛對不對 高端爭議在選前 全灘在陽光下 潮野持續攻防 吃完 吃完